可刘备害怕军事走小路会遭伏击 便让两人一共进军 还提出自己要做前锋鼓舞士气 可庞统却说刘章胆小无谋不会设复 坚持要走在前面探路 刘备受不过他只好答应 出发前庞统故意摔下战马 直言自己的马不太听话 想把刘备的笛炉进来一用 刘备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但他对身边的人一向宽厚 便没多想就把坐骑给了庞统 多谢主公大恩 庞统万死不能报 这事 区区一匹马何必受伤心 离行前的庞统大笑不止 这也让刘备盈盈感到一丝不安 庞统骑上马率一只小队急急 把魏延的大军远远甩到身后 当他来到一处狭窄的小路时 果然在山上发现了湖冰 他问左右此地之名 听到落凤托三个字 庞统的脸上充满释怀 他征战半生终究没有算错语 而凤楚死于若凤托 这或许就是他庞统此生的宿命 胡兵看见七百马的也不再废话 剑与黑压压的落下 庞统却不闪不躲 就这样陪着狄鲁马挨了整整四十多戒 胡兵都以为马上的是刘备 脸上满是高兴 庞统用最后的力气 抛出了一封遗书 接着魏延传来战报 敌军在两边山上 射角白礼 军师身中四十余箭 真棒了 刘备听后根本不敢相信 跌跌撞撞的来到魏延身边 坠风险凌凌的遗书 却将他的内心深深刺痛 刘央恩将仇报 在主公退军路上射服 并杀死了你的军事 主公以此为名 攻取西川 足以说服天下人了吧 足以说服主公自己了吧 得知前因后果的刘备好后 他后悔当时明明感觉出了不对 却没有早点阻止自己的军事 路不后 刘央背心起义 通袭我军前部 射杀军师 随我杀回西川 为军事报仇 虽然此时的刘备名正言顺 但没有军事帮助的他也将陷入被动 一颗流星在夜空划过 却让荆州的诸葛亮大呼不妙 诸葛亮说自己早就劝过刘备放弃西川赶紧回家 可庞统建功心切不肯撤军 刘备也是贪得不行 过不了多久西川就会传来拜保 果然第二天诸葛亮就接到了庞统的死讯 而怒气上头的刘备根本打不过刘张 便让诸葛亮带人速速帮忙 信中也表示了等诸葛亮走后让关羽留守荆州 诸葛亮虽然不放心关羽 但主公的命令他不敢违抗 便在临走前考了关羽一番 他问如果曹操来犯你将如何赢帝 二爷直言打抱曹操狗头 那孙权和曹操同时来犯你又当如何 二爷又说分兵两路打抱二人狗头 如此荆州必识 诸葛亮真是被关羽的高傲给祭道 他给关羽送了八个大主 北巨曹操 东河孙权 二爷显然有点不服气 但军师的命令他也不敢违抗 安排好荆州后 初葛亮帅张飞赵云赶往西川支援 刘章也因此连连战败 他着急的问众人有何建议 黄公衡站出来表示可以请汉中的张鲁敬川当忙 可张鲁和刘章有杀母之仇 当初请刘备敬川就是为了收拾张鲁 现在打刘备又去请张鲁 却不是让人在看笑话吗 张仁却站出来表示赞同张鲁敬川 因为刘备张鲁都不是啥好东西 让他们先打我们好做渔翁之力 刘章本来就没什么主见 听着有道理便当场同意 并派黄公衡去找张鲁搬救兵 其代价就是送给张鲁二十个巨鞋 张鲁希望手下的人主动请兴 可听见要去和张飞赵云打 众人都缩着脑袋不敢出声 却由马超站出来请站 以此来报答张鲁对他的收留之恩 马超的神勇张鲁早有耳闻 便派给他三万精兵去攻打刘备的加盟官 而马超出场的第一站便碰见了武力之排名第二的张飞